陶晴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她没有非常靓丽的外表 从小她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 她的背景在平凡不过了 但她却能够在以貌群连轩闯出了一番成绩 连自己的妈妈都说非常意外 没想到我女儿这么丑也能够上电视当明星 即使是自己的妈妈 即使是笑笑地说 但对女生来讲呢 这样子的话听进耳朵里头还是蛮伤人的 刚进眼影圈的时候呢 陶晴几乎常常都要面对外界对她外在的批评 这男天的话听久了 她心脏越来越强了 她曾说她就像是鸭子在划水 大家只看到表面上面她从容应付的优雅 但却看不见两只脚丫子在水底下拼了命的 踢啊踢啊 就怕自己被溺死了 看见好的男孩 我一定记着 其实她不是丑女大翻身 我觉得就是在娱乐圈里面 只有有魅力的人和没有魅力的人 没有美女或是丑女 她告诉我们一个典范 人的魅力可以与时俱进 而不会随外形而受影响 所以变成说她的内在已经超越她的外在 而有这个风号 来 麦露白金 来 5 6 6 7 8 来 5 6 7 8 这谁是不错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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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静音非常很漂亮 很调皮的 哎 可爱 很看好今天长成这样了 这个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长得艺人 不是漂亮就是要特殊 不特殊就要奇怪 哎哟 他不走过来你啊 你讲真的好奇怪喔 是 我确定桃子你绝对不是冒美的艺人 OK 那可是你的表现也好 你的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很吸引人的 会想要让人跟你多说两句 觉得好像在跟你的谈话里面 能够获得一些新的什么 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美不该放在脸上 桃静音从小就明白 自己不但不是个漂亮的娇娇女 还是一个一天到晚被爸爸嫌弃的赔钱货 她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 能够念完大学都靠自己半功半得 她曾经埋怨过 为什么自己不是个男生 让妈妈在家里头 也能够抬头说话理直气壮 所以她很用功地念书 她要向爸爸证明 男孩子做得到的她也可以 桃静音他们家其实妈妈是广播人 那当然就是从小就是 她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那特别是说原本 我们知道说桃子她自己有讲过说 她们家本来只要生两个 那为什么还会生第三个 是因为想要生个男生 结果没想到还是生女的 我的印象是她有提到说 就是说那时候生第三个 还是女生的时候 爸爸当然蛮失望 因为觉得怎么又是女的呢 所以等于说她的出生 可能一开始 当然自己的骨肉 父母亲还是疼 不过爸爸当然会有些失望 那我也觉得说 那如果是生女生 就去当女工好了 就也不需要念什么书 那所以说她自己也曾经讲过说 在那个时候多少会有一些 心里受到一些影响 那恨不得自己就是男生 她很敢勇于表现 她也敢跟你就是说 不像有的学生对你会有甜甜的 或者是保持距离 她有什么话就会对你说 不会畏惧 不像刚刚进来的那种 十五六岁的那个小高一生 就比较羞怯啊 她表现最突出就是朗读方面 她朗读代表学校得过名 然后她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记得她是代表毕业生自大师 陶静莹能够在众人面前 侃侃而谈的大将之风 可能受到父母亲很大的影响 爸爸妈妈都在广播电台工作 爸爸是中广记者 妈妈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流利的表达能力 对小桃子来说向来不是问题 她的成绩优秀 个性活泼 是班上的领导人物 大学联考她以高分 考上了政大新闻系 她求学过程当中 就是一路这样子上来 她其实都很认真 所以当她大学的时候 她就个诉自己说 一定要考到一个国立的学校 那她就考到了政大 那因为妈妈是广播人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传播 等于说她对这个传播业有憧憬 那在那个年代 其实当这个记者是非常 很吃香的一个工作职业 她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 所以她就选了念政大的新闻系 在新闻系的时候 其实每一年的新生到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看 来了哪些七侠五义的人 然后也听她们的自我介绍 陶晶英的自我介绍 她的样子 她的声音 她的人的这个活泼 其实就很让人印象深刻 你说 你说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好啦好啦 嘴巴 嘴巴不要一直 嘴巴 嘴巴 有一次 就是我们共同主持一个欢送大四学长的一个小的晚会 陶晶英的主持功力 我认为是一种本能天生的优秀 本来是我们是男女搭配主持 然后很多学长学弟学妹围起来 但是陶晶英才大一我大三 可是她一旦主持起来之后 她的节奏 她带动的那个趣味 那么也玩弄一下学长学姐 那么在小小的大一新生就出生之不畏乎 而且就气氛非常的有趣 所以本来我们是一起主持 到最后其实我就跟着她的节奏了 来之到之后 我觉得她自己主持真的太有趣了 于是我就尿顿 我就走了 我觉得她自己主持可能更好 我就跑去吃东西了 然后整个过程她也继续完成 那么那一次作为一个学长 那么扎扎实实地看见 她的主持功力是这么样的浑然天成 今天是大年除夕呢 大毛二毛在家练书法 练完了就可以吃年夜饭咯 我们的荣誉主播Andy你好 大家好 在我们正大那时候的音乐比赛 也都获得很好的名次 那她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有时候她自己要唱歌 可是大家都希望她主持 因为很好笑 所以她可能在学校主持的活动当中 都最后都是坚持要唱一首歌 虽然大家都希望她主持 也就是说 陶晋英当事人自己本身是喜欢唱歌 她是觉得她的唱歌可能 优于她的主持 或她热爱的是唱歌 但是社会大众 或者是说周边的人 看见她最明亮的是她的主持 小陶子爱唱歌 高中的时候就曾经参加过 民歌餐厅的歌唱比赛 虽然成绩并不突出 不过却让她因此有机会认识了张允升 没想到后来陶晋英第一天 踏进了政大参加新生报道 竟然又在校门口遇见了张允升 学长学妹就此成为好友 一块儿加入了吉他社 透过张允升的牵线 陶晋英她踏入了歌坛 也发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 你是吉他社的社长 竟然不会弹吉他 你怎么选个社长 你怎么选个社长 因为我当时的张允升 她大力推荐 她说这个人不错 因为我们讲 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跟她认识了 我们去参加同一个比赛 她说这个小女孩很不错 她就一直推荐 独排这种 那时候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你呢 可可能 蛤 你太巧了 那时候陶晋英在吉他社长 也是有主席主书 Band 所以跟张允升在学校的时候 是很好的学长学妹 那也因为张允升把她推荐给奥校良 所以陶晋她就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 以陶晋英的条件来讲 要帮她做定位 她第一张专辑是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就是还是有点小儿歌的类型 所以我觉得以前 以前说实在第一张专辑 要帮陶晋来做定位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不好做 可是因为那时候 因为飞碟的手机都很强 然后出这个合体 其实因为有金玉奖 跟明耀峰的一个成功例子 所以那时候她没这么做 当时陶晋这个丁晓宇的这个形象 的确还令蛮多专家 跌破眼镜的说 怎么这个外形 这么奇特的一个女孩子 就用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样的一个艺人的角色 进入了我们的华语的演艺圈 那的确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一面 永远跌不随 从那个年代来看 陶晋其实是在一个被人家 好像标签上了另类艺人的一个身份 然后她在那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里面 从事她的演艺工作 不管是主持也好唱片也好 我们都可以看到她的 许许多多的成绩 所以在当时90年代初期 陶晋的出现算是这个 跌破很多专家眼镜 也改写了很多的华语的这个娱乐史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像我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对 在当时的歌坛 从那时候走着玉米路线什么的 可是它就反差很大你知道 因为它那时候造型就绑两个辫子 然后戴一个黑框的大眼镜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就那时候歌坛并没有那种 这样子形象的艺人出现 而且再加上说她的学生气息也蛮重的 所以第一张唱片出来 因为她的外形再加上她特别的声音 所以第一张唱片就引起注意 1990年陶晋莹出了第一张专辑 为了迎合当时的市场胃口 陶晋莹在录音室里头是捏着嗓子 录完整张专辑的 陶晋莹回忆那根本不是她的声音 她唱得很痛苦 市场反应也不好 眼看着恐怕就要达到回府了 一个外景主持的机会 陶晋莹她的主持潜力被发掘了 没有没有没有做设计的而已 哎呦 趕快跟我们连回泡干净朋友问先好 哈喽 哈喽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趕快打个招 她的口齿清晰反应灵敏 很快地在主持人清皇不见的年代 抓住了机会 她成为继曹燃之后迅速串红的主持新秀 陶晋莹当时还是学生 还很年轻 或却已经展现出超龄的成熟 以及对自己演艺生涯的高度企图性 陶晋莹在那个时候呢 大概她进入演艺圈两三年的时候 就是幸运大开很多节目 那就有些陶 好像有些曹燃的节目被她取代了 所以就造成说陶晋莹跟陶晋莹 有曹燃就没有陶晋莹 有曹燃就没有陶晋莹 两个人甚至不同台 所以可见说陶晋她的确在那个时候 有她的市场 也有她的观众群 那当然对曹燃就造成了一些压力 陶晋莹你不要心气了 我妈在身边天气太热了 说话比较不客气 不要放心上 她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跟我妈讲说天气这么热 我跟我们公司几个同事去海边玩一玩 她就生气了 我觉得她自己有一个很强大的同理心 也就是说她对于观察跟她相处的人 那么也能够很有智慧的了解对方的心思 那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跟这样子的一个用功 使得她在整个主持的风格上 因为我们都知道主持能够吸引人 一方面是要掌握整个包括访谈的节奏 二方面你很多要见招拆招 那不是同时靠一直损人或耍宝 那陶晋莹就像她讲的她没有美色 不是用美色挂帅的 可是问题是她的这种对于很多访谈过程的一些焦点 一些focus 就像我们学新闻那个focus 以及如何去呈现这些focus 我想她的这个立体性的智慧跟她的积累 是跟一般主持人是不一样的 原来就用这张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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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是不是 小 好 头子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说 她学历也很高 然后她的内涵也够 所以她在主持上面呢 除了所谓的一般的娱乐效果之外 她会比较所谓的深度跟广度是比较够的 这方面来讲是她的很多前辈主持人所不具备的 你也知道台湾早期的主持人有的秀场出身 那有的可能就是在电视上的娱乐节目 那多半的表现方式就比较是属于滑动曲统型的 那你几乎是称不上内涵跟深度可言 那陶子的出现呢 以及后来的蔡康勇 就是属于这种说 除了在正常的节目流程 除了带动气氛之外呢 那总是多了一份内涵跟深度 那也因为这样的内涵跟深度呢 她就会比较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我不让我人在操影 也不让我心在寒 我让我自己站在阳光下 攀呀攀 有句话说呢 危机其实也是转型 陶晶莹在1994年 悟出了这句话的道理 那一年不晓得什么原因 她手上的节目一个一个被换掉 她很沮丧 觉得自己碰到了瓶颈 她想要退出演员圈了 小燕姐知道之后呢 她问陶晶莹 你有什么代表作吗 如果还没有 要不要先做出一个代表作之后 再来考虑 退出这个问题 就是小燕姐这番话 点醒了陶晶莹 她在质疑身上当中呢 接下了娱乐新闻主播的挑战 她战战兢兢地全力以赴 所有的主播稿 她都自己信 她的观点不到造型百变 她成功塑造出陶主播的形象 她让当初所有质疑她不够权威 不够专业的人通通闭上嘴巴 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没不该放在脸上 陶晶莹曾经说过 上帝给她最好的礼物 就是长得不够漂亮 因为如果她很漂亮 她就会停止努力 停止追求梦想 停止去想 有什么可以让人看见她的地方 因为她不够漂亮 所以她必须压死滑水 她做了很多的功课 很多的努力 大家看不见的是 但是她也曾经痛苦地 挫折地想要放弃 一天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 你可能将来 会成为张小燕 第二个张小燕 她的那个演艺前度 我觉得是可长可久可远 因为她不是靠外表 对不对 她长得是蛮可爱的 可是她不是完全走那种 靠那种野艳路线 或者是说 就是仅靠外表取胜的 所以我觉得她的演艺事业 应该可以是 像张小燕一样 有藏青鼠一样的 后来她就说 老师啊 我鸭子滑水 我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你要干这行 任何一行的话 你一定要下苦工 任何一行要杰出的话 一定要下苦工的 从1991年到1994年 陶金银靠着努力 在演艺圈的知名度 瞬间地暴涨 她是许多制作单位 争相邀请的主持人 曾经她手上 有超过三个综艺节目 观众每天从中午打开 电视机就可以看到陶金银 一直看到星期天 但没想到1994年的5月 竟是她演艺事业 跌落谷底的开端 节目相继换人停播 陶金银她不明白 原本相处融洽的长官们 为什么突然之间都不要她了 她难过的想要一走了之 陶金银在整个我想找到自己 在娱乐圈的地位 最大的关键就是娱乐新闻 播报娱乐新闻 那个时候 那么一方面也展现了她 在娱乐圈子当中 不同于别人的地方 那等于说是一个很 很具风格的第一号的娱乐主播 那么在这之前 其实应该就是她的第一潮期 记得有一次礼拜六 那么我们就还碰到面了 然后她也乱赢 我们就聊了很久 她对自己本身一直不太确定 自己能不能走下去 那么唱歌也唱不出了成绩 然后但是主持当中 好像也这个可有可无 可以是她不 不可以是她也没关系 那么不过在这之前 在这过程里头 我想她也在等待机会 但是机会有时候 不是自己能找的 眼泪要不可 没有非谁不可 也哭过树干了解自己的颜色 我从当中看到就是 当时陶晋英是在这个低潮 可是其实她的老板 邱乌生跟葛福宏 已经看见了 就像小燕姐其实都看见了 但是要引导她到那个 真正的最发挥的位置之前 她还是需要练功还是累积 你是一个演员 这是对你的自我挑战 你要像周欣慈那样 跟她面对面 假装要亲下去 但不能笑场 在那个时候 其实小燕姐给她的帮助 或者给她私下的一些传授 我觉得很有用 她一度其实就不想走这个行业 对 对 在那个时候其实她做娱乐新闻 是她人生的一个一个在转折 但在娱乐新闻之前 其实在那个时候她做了一些节目 她其实觉得有点疲乏 就是觉得 我陶婧在演员圈里面 好像我出唱片也不红 我的节目呢 感觉上 也没有太大的特色 对 那 我不如我可能就不要再做那么前的工作了 这样子 那时候小燕姐给她一句话说 陶子 你觉得你到现在 你出道以来 你有什么代表做吗 你有给人家一个很深的东西吗 她想一下 没有 那怎么办 那小燕姐就说 那你有想要做的 就是刚好有一个平台 不如我们走娱乐主播这个东西好不好 小燕姐的一句话 陶婧已经接下了娱乐新闻 刚开始她也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够升任这个工作 除了自己没有信心 最近外界也有很多的杂音 有人说当主播 陶子太搞笑了 陶子不够权威 这些话都让陶婧听了很难过 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全力以赴 陶婧每天以不同的摆变造型 出现在观众的眼前 她为了用自己的观点 诠释每一条娱乐新闻 她花了很多的时间 将每个记者采访回来的东西 仔仔细细地看过一遍 她自己动手写稿子 她让过去不太受到重视的娱乐新闻 渐渐成为演艺圈的一股风潮 观众们想看的不只是一人八卦了 她们更想听听陶晶莹 对于世界的个人看法 陶晶莹她成功地走出自己的特色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1999年2001年以及2007年 陶晶莹都获得了金钟奖 最佳主持人的肯定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蓝色生死链 主播我们看起来非常蓝色生死链的感觉 完全是blue的感觉 陶晶莹在那个时代的话 一方面台湾的有些变是开始了 那么有多了很多新的频道 那这些频道不像过去老三台 你就是时间到了看戏剧 看新闻 看综艺 看社交节目 它变成可以更多元的尝试 所以可以说陶晶莹也是生恰逢时 在那个时间点 新的节目创意在台湾 那个时候是被需求 当人们觉得娱乐新闻好像越来越多 也很多人都喜欢看影剧版 综艺节目 可终于电视上出现了一个影剧版的时候 果然就蓄积了吸引了很多的收视人口 而陶晶莹恰好在这个时间 就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也是她的努力 也是机缘造就她 即使到现在来看娱乐新闻 包括后来像大小Expo娱乐新闻 乃至小猪跟其他张相伟他们播 坦白说真的比较有新闻味的还是陶智 窗外的心 温蜃蜇吸掉了 将为你化成的彩虹 会让人觉得她又知性 然后又有可爱的一面 然后同时间又是一个伶牙历史的主持人 所以当时这个大家都一片看好 甚至于包括所有的朋友在内 我们都认为这个陶智绝对是小燕姐的接班人 那事实也证明陶智拿了不止一次的奖项 然后也在主持界这个大方一彩 这个主持了无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奖 这个对她而言 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我真的替陶智感到非常地骄傲 开心 在主持上获得了肯定 但陶晶莹没有忘记歌手出道的身份 经过演艺圈的磨练和洗礼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戴着黑框眼镜 扎个辫子的小女孩 陶晶莹的歌声变得成熟很有魅力 她唱出了一种声音 女人的美丽不该只有曼妙的躯壳 最美的事物是存在于内心深处的 她就是因为主持红了以后 还开始有机会再出唱片 那就等着沦陷吧 如果爱情真伟大 我有什么好挣扎 难道我比别人差 我记得她跟我访问的时候她说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漂亮的人生 但是我有一个自信 这个自信其实来自于我对人生的努力 我对工作的努力 我对很多事情的追求 那我觉得我把它做好 自然在这个层面上 它就算是某种层面的一种美丽这样子 那有一天你觉得能够不被别人所影响 那就是找到你自己美的时候了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 还有一个人人爱 借你们跳出来 就算甜言蜜语把她添过来 好好爱不再让她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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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